《電影與倫理被取消的衝突》 大家好,我是趙朵 我今天要為大家導讀的是 《電影與倫理被取消的衝突》的第五章 第五章的標題是 《師民的想像 列維納斯 倫理與面貌》 這張作者終於正式的開始 要用哲學去看電影的處理 這一張裡頭,他使用的哲學家是誰呢? 就是《Levinus 》 那他對話的電影的對象是誰呢? 則是朗茲曼的《浩劫》 為什麼作者會選擇《Levinus 》和《浩劫》做對讀呢? 其實是因為他們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地方是 《Levinus 》跟朗茲曼一樣都重視一件事情 就是對於猶太大屠殺這件事 他們都認為說因為他實在是太過巨大 無法用視覺的方式去表現 那《Levinus 》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把它引用了到關於他者的哲學裡頭 也就是說 《Levinus 》認為說 我們應該和他者之間有一個 讓他者展開他自身面貌的方式去與他相遇 可是我們在視覺表現當中 我們並沒有辦法把這樣子的一個 他者的面目真正地以他自身來展開 相反的,我們在視覺表現當中 我們可能其實只是以一種 我們所能理解的認識框架 去框線我們的認識對象 我們只能在認識對象的圖像 肖像當中讀出我們自己自身就有的認識模式 因此 《Levinus 》進一步的將他這樣子對於他者不能透過 視覺的方式去呈現的這樣子的一個倫理學的批判 放入了他對於猶太教裡頭的實界 將他做出一個世俗化的解釋 這件事情把它給挪入 也就是在猶太教裡頭的實界的第二界裡頭 有所謂的不可雕刻偶像 這個不可雕刻偶像這件事情 原本在猶太教的傳統是在講說 我們不能夠為上帝雕刻一個偶像 因為上帝是不可表現的 《Levinus 》就把它做一個世俗化的解釋 也就是我們對於他者 也是不能夠透過視覺化的方式去表現 因為視覺化的方式會把它化約成為 我們可以理解的知識 而沒有辦法讓他以他自身最獨特的面目 給影響我們 那這裡頭我們就可以看見 其實《Levinus 》有一個非常深的對於猶太大屠殺 以及猶太教的傳統的一個關懷 把它放進了他對於圖像以及倫理之間 關聯的一個解釋當中 那很巧的就是朗茲曼也非常在意這件事 朗茲曼就曾經批評說 像是新德勒的名單 他非常的不喜歡這樣的電影 因為這樣的電影 他其實是透過虛構的情節 把過去猶太大屠殺的內容以化約的方式去呈現 他認為猶太大屠殺這件事情太難呈現 這個苦難太巨大 是沒有辦法用任何化約式的方法呈現 因此朗茲曼在浩吉裡頭採取的策略是什麼呢 他採取的策略就是 他去訪問那些倖存者 而那些倖存者他會去講述他當初受難的過程 他還會去拍攝什麼呢 他會去拍攝那些曾經殺人的現場 遺留下來現在的遺跡 也就是他不試圖去讓過往給再現出來 而是呈現這些苦難在現在延續下來 他現在的樣貌這樣子 而朗茲曼在拍攝這些人的訪談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拍攝這些受訪者的特寫鏡頭 而這個特寫鏡頭的臉孔拍攝 正好跟Levinas在討論我們在迎向他者的時候 的一個觀念很像 就是Levinas認為說我們在迎向他者的時候 我們會去接觸到他者的一個face 這個face其實不是所謂的肉體的臉孔 這個face其實比較像是一個人之所以是他獨特的一個面目 那Levinas認為說在圖像 或者是在肖像裡頭 我們是無法看到這個face的 這個face是要我們真實的去 這個他者去撞擊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才會看到的 那在這裡頭就出現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其實作者把這兩個件事情並置 並不是想要告訴我們說 朗茲曼的特寫鏡頭其實是Levinas的face 但是朗茲曼這個特寫鏡頭它的一個特殊的處理方式 會讓觀眾其實去以一種他者可能以這種方式 來向我們敞開的一種處理模式 那我們這張裡頭就要來分析說 朗茲曼的這樣的處理模式 是如何可能有他者向我們敞開的空間呢 首先朗茲曼的紀錄片他去拍攝這些訪談者的訪談的過程中 第一件事情是這些訪談者他講的受難畫面 並不是在場影像中表現的 也就是他講的是一個不在場的世界 第二個是他在講述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可以透過他的臉部運動去看到說 他可能有一些事情是遲疑的 有些事情是在說謊的 甚至有些事情是 明明講的事情是那麼恐怖 可是他的表情卻是非常的冷靜 因此他的臉成為了一種屏障 什麼屏障呢? 也就是成為了我們沒有辦法去觀看那件事情的一個屏障 也就是這樣子的呈現反而告訴我們 他講的那件事情是不可被表現的 而不可被表現這件事情 因為臉部成為一個謎團 因為臉部和他描述的內容之間有一個落差 而讓臉部成為一個不可被辨識的東西 而在作者的觀點裡頭 這就是讓臉部成為了一個創傷發生的一個場所 因此在這章裡頭 其實他並不是要表示說 朗茲曼的這樣子的一個拍攝手法 是等同於Levinas的這樣子的一個 迎向他者Face的一個觀念 而是說 朗茲曼把Levinas去運用的那個猶太傳統 不可謂自己雕刻偶像的這條禁令 原本是一個對於表現的限制 可是在電影裡頭反而成為另一種表現手法 另一種表現手法的一種指導原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朗茲曼的這樣的表現 其實某種程度是透過這樣的呈現 來表達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的這條禁令 而在這裡頭還有一個第二個關鍵是 朗茲曼非常的重視在訪談過程中的話語的本身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不是透過畫面看到事件的重現 我們是聽受訪者在講述這件事情 所以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要去聆聽他所講出來的內容 聆聽本身成了比影像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此朗茲曼的這樣子的一個處理方式 其實是讓聆聽優先於影像 讓文字優先於影像 這樣子的一個處理方法其實跟Levinas 在重視他者的哲學是有一個呼應的 因為在Levinas的觀念裡頭 圖像沒有辦法去真的呈現他者的face 可是語言和文字反而可以呈現出他者獨一的面目存在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對照 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張其實示範出一個非常有趣的 倫理和電影的對話 為什麼呢?因為他並不是要說朗茲曼的這個作品是完全符合Levinas的理論 相對的這部作品其實也挑戰了Levinas 認為圖像沒有辦法呈現他者這件事 也就是我們可以說透過這樣子的對話 他們都互相為對方去補足了他們沒有講到的東西 而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Levinas其實很少對電影發表過看法 因為他大多數都是對肖像和圖像做出他的想法 因此這樣的研究也開拓了Levinas的這樣子的 關於他者還有美學表現之間的這樣子的一個衝突的一個 倫理學的考察延伸到了電影之中 而讓這一張成為了一個理論和電影對話的一個很好的一個示範 我今天導圖就到這邊謝謝大家